可是她最近突然跟我提离婚 莲藕木耳 青椒肉片 吃饭 吃完饭 我去咱妈家吧 又接回来 陈平 咱俩离婚吧 说什么呢 我说咱俩离婚吧 先吃饭 吃饭 你不要逃避问题好吗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咱俩早就没有感情了 其实咱俩离婚是早晚的事 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共同语言了 你忙你的 我忙我的 睡觉分房睡 逢年过节 各回各家 我觉得这婚姻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我可以改 一定要离婚吗 这不是改不改的问题 可能咱俩当初在一起就是一个错误 结婚太早 生孩子太早 没有时间了解彼此 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大学四年 工作两年 因为你怀孕了我们才结了婚 现在悠悠都七岁了 你突然告诉我 你知道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叶淑婷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随便你这么说吧 反正从今天开始 我要搬出去住 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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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嘛呢淑婷 你这是干嘛呢 淑婷 我觉得咱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好好想想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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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大了 都这么大了 别任性好吗 咱好好照顾悠悠 咱过平淋淡淡的日子不好吗 那是你的想法 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跪辈子 叶淑婷 叶淑婷 你实话告诉我 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陈婷 我告诉你啊 你别给我心口呲黄 你干嘛 你给我 给我 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 这事跟别人没关系 是咱们 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 我没走 我我想起来了 就是咱俩婚礼上 暂住酒的那个老板 那个时候你们俩就好让他 因为他有老婆 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所以你才跟我结了婚 是不是 你别走 让开 你别走 你今天没给我说清楚 你什么时候 你别走 初恋 喂 你就是点打女人的本事是吧 陈平 我告诉你 咱俩结束了 就算你不同意协议离婚 我也会跟你起诉你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狗血的剧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悠悠 她是我一手带大的 她跟我特别情 从上小学起 每天早上陪我做饭 晚上我带她玩 周末 我带她学英语逛博物馆动物园 现在她叶树亭要把孩子带走 她不让我见她不让我见 先静一下啊 你 你咨询过这一方面的事吗 就是说如果 今天开庭我们走法律程序 真走到离婚的那一步的时候 这孩子大概率判给谁 这也咨询过 咨询过 大概率会判给我 但是现在就怕有意外啊 什么意思 可能悠悠 不是我的 跟我说 我想说 肯定的 可是这就像时候 呢 或许讲说 我想 Zwege 不是鱼那你 不去 那种什么时候 我说我 你怎么怎么 不去 我说我 救命啊 我说 我就要 七年 我养了真正七年的 换你 你能接受吗 这样啊 其他事我也帮不了你 但这事你能来找我 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 先把亲子建议给做了 后续的事我们再商量 明天 明天我带悠悠去 我带悠悠 那 你来我这儿吧 慢走 查清楚了 惹事儿那个叫陈萍 是咱们正希分公司的 项目经理 最近正和老婆闹离婚 您看 怎么处理 这么重要的发布会 她来就去 这要是处理不好 会影响后面的合作的 那个红灰 不是咱们海天公司的 项目对签人吗 算了 谁离婚 心情都不好 互相理解吧 好了 别理他了 好了 别理他了 好了 别理他了 大明麦 回来了 他怎么回事 你问我们 问我们 什么事儿啊 没事儿 就是想你了 我妈约我下班吃饭 要不要一起 不去 为什么忙啊 忙了 就因为忙 什么意思啊 没事儿 行 那 你忙呗 我自己去 你忙你的 别太在意 要是你真有什么事儿 让你心烦的话 记得告诉我 我能帮我就吧 并不是 老是 你 我 我 你 我 这个 这谁给我冲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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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来打一帽拉肚子 你们干嘛呀都 小燕 带我洗的啊 帮我买点花洗的鸡肉 你忙你的 别太在意 要是你真有什么事 让你心烦的话 记得告诉我 我能帮我就帮 你今天那个工作还做得着吗 就这样 就这样 走吧 先过去吧 走吧 先过去吧 走吧 先过去吧 你确定是帮吗 你确定是帮吗 好 我知道了 回头再联系你 吃饭就别看手机了 好不容易回家一次 不跟你妈妈说说话 对了吗 对了 妈 嗯 刚想问你呢 嗯 发布会之后那事怎么处理吧 当时请那么多媒体 就是想发通稿的 结果那姓陈那一闹 不但不敢宣传了 又花了一笔公关费 才把这事给压下去 陈平真是的 那觉得她 应不下这口气吧 对了 妈 嗯 发布会上 你跟董经书说了什么呀 没说什么呀 怎么了 没事 我就随口问问 那天发布会啊 我本来想结束以后 去你那新买的房子看看的 结果这一闹我也没顾身 哦 哦什么意思啊 就没什么好看的吧 这样吧 一会儿吃完饭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完了我也顺便跟我去再看看 不用 我那儿特别乱 妈 这么用 我自己回去就行 一会儿我让宝洁一块儿过去 跟你收拾收拾 阿姨连我们家都收拾不明白 还给我收拾 到时候收拾收拾的 我东西都找不着 我怎么觉得 你不想让我过去啊 主要是 我现在跟董经书住一块 什么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资金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你 现在年轻人也真是的 这样吧 你回去 跟他商量商量 找个时间 我去拜访一下 这不太方便吧 吃饭 定了时间告诉我 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 我 我就是不想让我妈知道我卖房了 所以我信口胡叨了一下 说 说咱俩同居了 那我也没想到我妈会顺钢而爬呀 大明白 就帮我一次 就这么一次 下不为例 张希达 我觉得咱俩有必要 好好谈一谈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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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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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们俩好的那一刻开始 就陷入了一个高强高压的情感关系 除非你变得更强 否则他肯定会找一个比你更强的男人 而你 就会越险越深 越晚门开失去越多 因为一切 原本不在你的掌握范围之内 那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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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该怎么办 肯定会想找一个比你更强的男人 你别想找一个比你更强的男人 你别想想找一个比你更强的男人 爸爸 为什么要采血 因为 因为我们要检查一下 悠悠的身体啊 看看你最近吃了好不好 还是你身体里 有没有缺什么东西 走吧 悠悠 要不这样 我带悠悠先到旁边玩 你跟主任聊会儿 来 这边 这边啊 来 董主任 真对不起 耽误您把握时间了 其实这两天我也想了很多 但是我越想了多就越不敢来做 我知道这个事就像 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到我心里 越不拔出来我就越难受 但是我就怕真的把它拔出来了 我承担不了这样的后果 其实这个鉴定 您做不做 都是您的个人选择 我们尊重 很多夫妻觉得亲子鉴定 是婚姻的粉碎石 一旦做了 就像伤口被撕开 会留下疤痕 永远不会愈合一样 但是其实幸福的家庭 是不会想要做亲子鉴定的 从夫妻 开始互相怀疑 想要做鉴定开始 这段关系就没有办法愈合了 我懂 其实 在这段错误的关系里面 最无辜的就是孩子了 你带悠悠走吧 行 那我就送到这儿 大哥 我最后给你一句劝 对了 如果这事真闹到法院了 即使你不做亲子鉴定 你也一定要给自己做好准备啊 不只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悠悠 realizing that you could be changed 因为大家也可以 但是有什么想要是 这位他们也看得就是 你是 你是 我是叶树亭的丈夫 那天发布会上您应该见过我 你是 那个野树亭她今天请假了 她请假跟我找你没有关系 我今天来 想说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那天在会场 我听见了 不 我听见了一部分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 其实比较复杂 其实不复杂 无非就是你离异了 不管是因为她叶树亭离的 还是因为你们夫妻关系本来就不好 反正是离了 是 你比我有钱 是她的上司 但是这就能成为你们在一起的理由吗 我们的婚姻还在存续期呢 我想知道 你们俩除了老公老婆的称呼之外 也睡了吧 你听我解释啊 你不用解释 其实我 你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是 是 我们离婚后 你们俩会结婚吗 如果条件允许 会吧 我也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 我会带她出国 不 这样 就会把这件事情的伤害和影响降到最低 不管是对她 对你 对我自己 当然 还有孩子 说实话 我并不关心你跟她 是玩一玩还是真的要结婚 那是你们俩的事 我最担心的是孩子 我跟她打离婚官司 最大的分歧也就是在悠悠身上 我在想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孩子真判给了叶淑婷 我希望你能尽你所能地对孩子好 毕竟她是受害者 是最无辜的 我懂 你放心 我会尽我的权利 我知道 我不是每件事做的都是对的 但在孩子这件事情上 请你相信 我是一个好人 这件事 也是我可以承诺的 对不起 我希望你是个好人 对不起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对不起 找我干吗 我也不想来找你啊 但 陈平他邀请我们一起去野营 不去 他们家那么多事情没有解决 有心情去野营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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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平找到叶淑婷出轨的证据了 但后来 他去跟洪总聊了一次 就撤诉了 那悠悠呢 你怎么在哪儿是 有些人 那你去偷国你 那你怎么要进来的 那你去过了 那你不过是个事 而你去做什么 或者可以做什么 那你去做办公司 你去做什么 不得了 你问我 那你带到叶淑她 你去做什么 太远了 大哥哥給咱倆 我給咱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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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受不了你家人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 我们的成长环境差距太大了 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不到吗 我跟你在一起每天都不开心 所以趁着现在感情不深 我觉得分开对彼此都好 感情不深 你的意思是 我至此时至终都没有从心里是吗 我至此至终都没有从心里是吗 同一说啊 你对感情可真是收放自若 是啊 你对我至于是你对我弄成长环境差距太大了 你对我的感情不深 那我呢 你要我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 那是你的事 你这段感情题你努力过吗 我现在真的好累 我真的累了 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最后再说一句 把手放开 就什么方向 这 我就这么放弃了 这就是真实的我 你现在看到了吧 受不了是吧 受不了你就走啊 我 你突然回来也不知一事啊 大清早 吓死我 是你把我吓死才对了 那你回来干吗呀 妈 我好相亲 我好不错 我看我認罪 喂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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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我不想活了 马丽薛 你在哪儿 我在你家楼上 文叔 你还是来了 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没有你我像形势组肉一般地 活在这个世界 我热爱的 我追求的 我的过去 我的 我没有未来 马丽薛 你吸引了对不对 我知道你不爱我 我知道你看不上我 我觉得我是过 但是我还是想让你知道 好 即使我死了 我也依然爱着你 你如果想跳 回你自己家跳去 宁叔七处 昨天还兴高采烈给诺欣的新锁剪彩 你的行为逻辑 确实不像今天能顾住一只往下跳的人 行 不信你就看着 行 不信你就看着 宁叔 宁叔 你怎么这么决心啊 你辜负了我对你的爱 宁叔 你回来吧 我求你了 我的生活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如果说人话咱俩还有得了 你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这个女人 什么都好 就是太清醒了 我说 我说 我全说 其实诺欣在这次投资 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也是咱们最新的一个财务情况 前期呢 摊子破的太大了 所以资金吃得有点紧 还是希望您能再注资一起 说实话 我关注到清子鉴定行业 都是因为前段时间毕欣的案子 那个当妈的啊 太强了 您说的是毕欣啊 这个女人我也结束过 当时她找我 还是我推荐她去找邓宁叔的 对啊 我就是听你说的这句 我知道你们是朋友 才偷得你 可是你现在呢 给我的报表 非常难看 吕哥 这个你得再听我解释一下 短期内呢 打住 我不想替她 你们行业 我是外行 你说的再多我也不懂 我不懂 你就能骗我 我说没错吧 李哥 这话 也不是这么说的吧 我做投资这么多年 知道每行人赚钱的 都是有投不资源的公司 而那个董灵叔就是投不资源 所以 我不管你们是真的好过 还是和我吹的 千真万事 现在让我追加投资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 让那个董鉴定师来落信 成了的话 咱们就接着往下聊 说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明白 林叔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现在诺信全空了 如果他现在撤死 我就彻底全完蛋了 什么叫诺信全空了 你们之前不是一直做得很好吗 原来是情长事意 小赌计吧 谁生长越玩越大 我现在外边欠了很多钱 还是宁顺 你相信我这一次 只要这一次你帮我渡过去了 我以后说什么都不赌了 还有 还有你的薪资待遇 咱们什么都好商量 如果账面上的钱不够 我想办法再跟你凑 林叔 我知道你心忍 你绝不会看我 就这么废掉的对吗 咱们重新开始吧 你回来诺信我把我的妹子让给你 我给你做扶手 走 李哥 我介绍一下 这是董林叔 林叔 这是咱们诺信的投资人李哥 你是董建定师 你好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你 坐坐坐 坐下聊 坐坐坐 服务员就是单 是 林叔 你先点一下 我先接个电话 你们先聊着 行 马上回来 我与了一系马的 只会打嘴炮 没想到 他还真把你给请来了 东准 你打算什么时候来诺信啊 我是不会去诺信的 什么 我说 我不会去诺信 那你今天来 是玩我吗 我今天来是要提醒您 诺信的账有问题 放心放心 只要董林叔来了诺信 您这点钱根本不成问题 对对对 我正在抓紧办 跟各几个说 再容我几天 好 李哥 您说他人呢 他临时有事先走了 那你们刚才聊得怎么样 挺好啊 他说随时可以入职 太好了太好了 李哥那您看咱这个投资 没问题 太棒了 小马 你最近不出差吧 如果最近不走 那我钱到账了 就给打回去 不出差 不出差 李哥您随时吩咐 好 好 张希达 你今天是要去卖 我去相亲 张希达 都口睁开 别走不了 张希达 别拉着我 走不了 你们别吵架 别吵架 这暂时是桌 出轨啊还是转场单啊 张希达 都走不了 那走 过来的 你难得走黑汤 我们就碰到这么紧了 走不了 让开 不能走不能走 让开 不能走 别拦着我们 都别吵了 这个是我们鉴定中心的董主任 有什么事就找他吧 你们两个准备采样吧 我们不会做的 不可能 明天我们就登机结婚 我们不是秦叔妹 有情人终成兄妹啊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着 你们两个做好决定再来找我 你们两个做好决定再来找我 我们认识两年 所有人都说 我们长得有富气象 我们喜欢听的小钟音乐 居然都是同一个歌手 我们都喜欢白色 对海鲜过敏 左撇子 红绿色吗 我们觉得彼此 就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 你们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 几十亿人 能遇到这么契合的另一半 有多难吗 就因为我们的相似 我们都是同一个医院的试管婴儿 就非得说我们是秦兄妹 看你们俩感情这么好 如果能够顺顺利利地结婚生死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啊 这样 不好意思 我插句嘴 我觉得如果单纯只是你们的怀疑的话 确实有点牵强 我们两老伴 当年都没有生育能力 那个时候试管婴儿技术才刚兴起 我们俩就都去了同一家医院做试管婴儿 所以当我们发现 他们也是同一家医院做的试管 还长得这么像的时候 我心里老绝对不对劲 就私下去找了当年的医生 医生说 的确有可能 是同一个生物学父亲娟金 但这种问题 你其实是可以去找当年那间医院 调取病例 来验证一下吗 对吧 前几年医院发生了大火 很多资料都销毁了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确认 才逼着这两孩子 过来做亲子鉴定 那我觉得 你们应该做一下亲子鉴定 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 那如果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妹 让我们怎么面对啊 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睡了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们打算就这样 灰灰灰灰灰的过下去吗 如果 如果你们今天不做这个鉴定 妈 我今天就撕给你们开 干杯 喂 师傅 炒点喝点呗 味道多没劲啊 我从来不跟同事一起喝酒 你不知道吗 我先问他们吧 得得忙 喂 我这儿有点炒 你等我一下 嗯 他就讲什么见不得人的电话呢 一点都不吵 哎 他是真不喝酒啊 嗯 跟我们聚餐的时候 是从来没有喝过的 知道为什么 这江湖上啊 有他的成说 传闻咱们董主人 是那种 不喝则已 一喝惊人的酒 很符合他的认设 这女人吧 都是要么不喝 但是真正能喝的 都是白酒一惊的量 哎呀 还有呢 来 今天谁能让我们董普人 把这酒喝了 这顿我请 来 喂姐这么够的人 要请客啊 好赌 来 来 干一个 来来来来 来 走一个走一个 干杯 干杯干杯干杯 吃劲啊 切两杯 不停 你不行了吧 天 人生 体 跟着董举人的接受 来 三 二 一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玩 娘 娘 娘 来 准备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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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不好意思 我插句嘴 我觉得如果 单纯只是你们怀疑的话 确实有点牵强 我们两老伴 当年都没有生育能力 那个时候 试管婴儿技术才刚兴起 我们俩就都去了同一家医院 做试管婴儿 所以 当我们发现 他们也是同一家医院 做了试管 而且还长得这么像的时候 我心里老觉得不对劲 就私下去找了当年的医生 医生说 的确有可能 是同一个生物学父亲 娟京 但这种问题 你其实是可以去找 当年那间医院调取病例 来验证一下吗 对吧 前几年医院发生了大火 很多资料都销毁了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确认 才逼着这两孩子 过来做亲子鉴定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 你们应该做一下亲子鉴定 这样大家心里才踏实 那如果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兄妹 让我们怎么面对啊 我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睡了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那你们打算就这样灰灰灰灰灰的过下去吗 如果 如果你们今天不做这个鉴定 妈 我今天就撕给你们开 别过来啊 你坐不坐 妈 妈 你为什么这么逼我们 坐不坐 够了 我们坐 我们坐 我真希望他俩不是兄妹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来吗 我不知道 哎 董主任 我这儿有份单线也到这里起来呢 有点着急 来 董主任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像董主任这样子冷酷无情的人 肯定杀法果断地要个结果 爱情重要吗 事业 亲情 友情 之后才是爱情 你是张希达吧 你是郭阿姨叫过来的人吧 对啊 走吧 边吃饭边相亲 其实都不用想了 我早就看上你了 你要吃什么呀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一看 这小老婆肯定是吵架了 你没听着 张希达刚才那话说的 其实太不可笑了 这女的又怎么回事 大长腿身材真好 但咱懂不认比起来 气得差点 就是 不行 你怎么开这么骚气的车呀 我借的 说吧 说吧 是刚才哪个姑娘呀 最后进办公室那个啊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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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明显要我进去陪你演戏呀 不过我不介意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我会让你开始有新的恋情 让你忘掉刚才那个姑娘 她应该年龄不小了吧 长得也一般 穿得也那么显老 算是小阿姨了吧 不是你有嘴你是不是不会好好说话 谁是阿姨 人家那叫知性我你懂什么呀 你以为人都跟你知道 成天穿那么短 每天去蹦迪 冬天穿得短夏天也穿得短 厌实 张细达 你利用完我就翻脸是吗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低级幼稚的款 老年我还看不上你 是不是有点大病啊 那个书记在里面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没出来 今儿的确犯着我 在张细达也太刻意了 你看那女孩打扮的 花纸照这儿的 凭想起来不是她的菜 就是幼稚 妈妈 苗苗 苗苗 苗苗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爸送我来的 这就是苗苗吧 终于见到你了 妈妈老把你藏起来 那今天晚上 安心你吃饭好不好 我这两天 把她送到爸那儿去了 那 朱任我下午能请个假 先把她送回家呢 为什么不跟阿姨他们吃饭啊 我好不容易 苗苗 听话 妈妈给你吃好吃的好不好 乖 那主任 我先拿个包走了啊 来 你好 请问薇亚云在吗 她请假带孩子去了 可我打了电话 她的电话一直没有接通 那她还回来吗 不清楚 应该直接回家了吧 明天上课呢 那她应该是把孩子 送回我那边去了 谢谢你啊 您是她 前夫 谢谢啊 不客气 前夫 你姐前夫 我错过了什么了 下午茶 包我的 我跟你说 我以前最近不对劲 淼淼来过中心 现在前夫又过来 因为我那前夫长得真是水 嗯 我已经有点弄香 不简单 有手段了 这个 董主任 能不能把残原还给我吗 走 走吧 明天初姐 你真让她们走了 于里 她们都是成年人 决定权永远在她们手上 于晴 突然有点理解她们 那那天未结婚你的问题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 我不如她们 我既没有勇气承担后果 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 我想我可能 会逃跑 这不大像我认识的你 我也觉得 没有 北深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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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轻轻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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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撒手 撒手 说什么 干嘛呢 那么多人 当了这么多人 面一样九万多 我都长大了 跟小时候上网吧抓我掏课的 你还知道你长大了 长大了不长进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跟个小孩子一样任性 是你跟我说 你要好好跟姑娘相亲 我才让人顾阿姨 给你介绍姑娘的 你跟人见面 饭都不跟人吃 就把人家气跑了 那是为那姑娘 她 穿一这么短的裙子 露个胸 饭都没吃上 往我身上使劲蹭 我不喜欢那样 这瓜也是的 什么面事 行了 今天就算妈妈冤枉你了 比后边还有别的姑娘呢 认认真人相亲全 知道了 你跟那谁 真的分了 分了 那姑娘人挺好的 就是年纪比你大了 我喜欢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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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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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呀 如果不鉴定 会对你们之后的生活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和伤害 尤其是你们还要结婚生孩子 这对下一代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一下 我随时欢迎你们回来 我们宁愿一辈子不知道这个结果 我们也不打算有孩子 只要两个人幸福 一切都不重要 是不是很出人意料的结果 再来 不认识 syru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孩子才有问题呢 行行 先这样吧 谁呀 把你气成这样 睡觉之前生气会影响失眠的 小李 给西达介绍了个女朋友 他俩人下午见面 那女的愣说你儿子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说你儿子不喜欢女的 笑傻呀你 就你生一点什么气呀 你自己儿子你自己不清楚啊 那我清楚我才生气呢嘛 那我儿子用网络语言说的话 那叫钢铁直男知道吗 老婆 我的意思是 既然人家姑娘那么说 那很有可能 咱儿子就是那么表现的 没有 你说这孩子啊 不喜欢人家 就故意逗人家玩 你看 这 这看不上人家 还发什么朋友圈啊 这气谁呢他是 睡觉 走 金童主任是不是请假啊 没有啊 刚刚被人接走了 他接那个人 你看到了没 那男孩 高高大大的 穿一身西装笔件 好帅啊 根本东西好配 是 感觉像个当兵的 哎哟 那个被铁的笔质 浓眉大眼呢 零零七啊 什么了不起 提什么 谢谢 我们看看 给你 苗 当这个人 是 我 我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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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死了吧 还让你跑都没躺 我还比较丢了 他约人了吗 我进去打个招呼 他该不会背着我跟别人约会吧 被听到啊 你又要挨打了 也是啊 行 越来越帅了 真像啊 阿姨您今天找我来 应该不是想要回忆青春的吧 姑娘佳佳的 说话不用夹枪带棒 我今天找你 是要谢谢你 谢我离开张希达 谢他终于同意去相亲 算是吧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自私 但这也是为了你俩好 你不用谢我 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想清楚 眼下离开他是我最好的选择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希达没有死心啊 他压根就没好好去相亲 他见到别的姑娘 还发个朋友圈气腻 想引起你的注意 我知道他心里还有你 给他点时间吧 可是你们俩在一起工作 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感觉 他没法忘了你重新开始 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做 逼我离开鉴定中心 我没你想的那么极端 我是不想让你们俩见面 但是不是让你走 而是让希达走 我知道亲子鉴定师是你的职业 你在业内逍遥成就 而希达呢 就是一时兴起的投资 我不能那么自私地 拿他的一时兴起 去回你的职业生涯 所以你想让我怎么做 那希达退股吧 把他赶出建立中心 希达在安和的股份 我可以找人替换 然后进行公证 最后都算成是你的股份也可以 毕竟 你也是张海天的女儿 这是你该得的 当年你跟张海天 一起背叛我妈的时候 我妈没有拿你们一分钱 现在我更不可能跟你们有任何金钱上的瓜葛 鉴定中心的股份 可以继续算作你们的投资 不用把我拉扯进去 但我可以配合你们的说辞 谢谢你 我这么做唯一的原因 是不希望让张希达知道真相 况且 我不想再跟你 和张海天有任何的瓜葛 你是我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没有你妈妈的允许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可结局已经是这样了 可结局已经是这样了 您不必再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 这就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回家吗 小冉 你很小就来我们家了 跟西大也算一块长大的 你说 那个董宁书和西大是不是长得很像 是很像啊 有点夫妻像吧 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 挺忽悔的 您为什么不喜欢董小姐 不是不喜欢 是不能喜欢的 是不能喜欢的 所以我能用公款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没想到 最后还是要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师父 我一直以为 自己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人 人一旦犯了错 就会一直不停地犯错 我犯的第一次错 我犯的第一次错 就是当年把你逼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妈的这些人 我犯的一天 其实我不是冒 check 我犯的一天 只能绝对的话 你犯的一天 比如说 你犯犯着 你犯下定有什么 你犯下定的一天 你犯下定起来 我感觉 有好几天 没有这么近的看到你了 你是不是瘦了 傍晚就别喝咖啡了 我帮你点了奶茶 好 都听你的 谢谢啊 谢谢啊 请慢用 你 今儿找我来 是不是也想我了 咱们不要这样好不好 不管是小奶狗还是小狼狗 只要是你喜欢的样子 我都能变成那种狗 鸡毛 还是鸡 我像还是鸡毛 这儿不笑了吗 你确实是一个能让我得到快乐的人 但是这种小段子般的快乐 我听个脱口秀 看个相声也能得到 这种方式得到的情绪 太廉价了 我还以为你今儿把我找过来 是要跟我和好呢 我要跟你聊工作 聊工作好 那我们聊工作吧 董主任您说 你知道的 安和对于我来说 承载了我所有的梦想和责任 我找到投资人了 而且是以入股我的形式 股份算在我的名下 这样我就是安和最大的股东 我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对安和的发展也更有利 所以呢 按照现在的股权配置 在个人名下的 只有安主任 我和你 其他人我不想懂 我希望你可以退股 把股份让给我 董灵叔 你是不是疯了 我 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 为什么突然对我冷淡 突然间就跟我说好 我们分开吧 现在就连工作 也是要跟我进行切割 为什么呀 你 你是不是摊上什么事了 你可以告诉我 你是破产了 还是得癌了 所以不想不想连累我 你小说写多了是不是 我如果真得癌症 我是不是应该找个没有人的地方 一个人渐进地死掉 也是啊 那到底为什么 我一开始喜欢 我是不是 他还没见过 不然 还是不得了 还没收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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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敏在外边有人了 怀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 可那个时候 我作为他们的朋友 只能帮忙劝说 董宁叔四岁的时候 冬敏 终于主动提出 和你爸离婚了 离婚以后 冬敏 就把孩子的名字 从张宁叔 改成了董宁叔 妈妈不是第三者 妈妈是在他们离婚以后 因为和你爸爸一起工作 才和你爸爸好的 妈 董宁叔到底是不是我亲戚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很害怕 所以 我就找到董宁叔了 那董宁叔知不知道 他有可能是我亲戚 知道多长时间了 知道多长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了 有一段时间 妈 你说有一段时间了 那这么长时间以来 在董宁叔一个人承受这些 你们老说保护我保护我 为了我好 你们想过你儿子的感受没有啊 我就这么躲在我喜欢的人身后 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些 我像个孬种似的 我已经长大了 妈 很多事我能承担 妈妈是为你好嘛 你能不能理解妈妈一下吗 是吗 她是什么 她对她是什么 她是什么 心中心 她是什么 不兼购 那她是一直在 不养费 你的那个 哭 那明白 哭吧 没事 有时候哭真的是一种解脱 你干嘛呀 我没哭呀 我希望你在我面前 能做最真实的自己 哭出来吧 没事 我真没哭 你干嘛呀 那这些是什么 难不成你拿这个擦口水啊 我感冒了 我就在这儿吃完很辣的面 我感冒了 就这样了 BD啊 我都知道了 对不起 让你承受了那么久 你都知道了 回去吧 晚上喝这个 注眠 所以 你从现在开始 就把我当弟弟了 按照你妈的说法 是我妈先有了第三者 然后她跟张海天离婚之后 你妈才跟张海天在一起的 我知道我这样说的话 你会觉得我在替我父母开脱 但我始终认为 他们仨的恩怨情仇 那是他们上一代人的事 除是除非 他们自己能解决得清楚 我心中啊 有一个很坏的想法 我希望是你妈出轨 至少这样我们就没有亲缘关系了 你这话 真 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这要不是姐弟 什么都可以 谢谢 我 我 没见到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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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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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啊 怎么回事你这是 这怎么回事姐 你再不说我就报警了啊 不能报警 千万不能报警 你要是报老金 我就没法活了 那你倒是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那那你答应我 千万任何人都不能说 你要是说了 我要是说了 我只要去死我保证不说 我要是说了 我要是说了 我要是说了出门被车撞死心了吧 我 我被人抢了 我被人抢肩了 我告诉你 我我懷孕了 我懷孕了 我懷孕了 肯定让我把孩子打掉 肯定让我把孩子打掉 但是 但是他是一个小小的生命 我舍不得 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姐 姐 你听我说啊 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就大了 所以 所以我 我每天 就用这个 我就使劲地做 我做了我自己 我做了 你做什么呀 我 我觉得我自己太脏了 我知道吗 别动了 我又出来干净了 好了 好了 停下了 安静 好了 安静 安静 我觉得我太糟了 我一定要把自己擦干净 但是 但是我又做不到 老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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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 姐 我问你 咱能不能 不要这孩子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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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 那要不再告诉张海天吧 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 你做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不能告诉她 不能告诉她 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不能告诉她 好好好 你们告诉我 爸 妈 喂 妈妈 姐夫 回来了 不吃了饭才走啊 不吃了 我来看看明姐 好 我感觉她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 姐夫 你最近不关心关心她了 我公司太忙了 再忙也不是理由啊 是 我能感觉到 你姐最近情绪不太对劲 但我真的压力很大 自己弄得焦头烂额的 确实没有照顾好你姐 那姐夫 你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本来 不该跟你说了 别人话说到这事上呢 就算我今天 有个地方宣泄吧 要不然我真的扛不住了 怎么了 公司最近出了点事情 我那合伙人老胡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胡名 我俩三伙了 最新的公司严重的缺人 如果这单生意能接下来 公司就算利复了 如果接不下来 我的创业就失败了 一切大乎原形 姐夫 那你要是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就跟我说 好 你不是学才快的吗 那我还真需要你 好 好 以后再说吧 你先回去 我姐等你呢 我先走了 好 好 慢点啊 你非得这样吗 姐 咱们还是试着告诉长海天吧 也许结果不一样啊 万一她能接受这一切呢 再说了 你这么一走 所有人都会认为是你的错 甚至怀疑是你出的鬼 何必呢 要不 咱们先去做个亲自鉴定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我这做的一切 无非就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和借口 我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最坏的结果 你应该不问我的活着啊 你应该不问我的活着啊 结果 对于我来说的不重要 姐 我守住了我的承诺 没有跟任何人说 可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害了你 真相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那天看到刘元跟高琪的时候 就感觉上天 好像给我们两个做了一次预言 即便是能在别人身上看到无数种可能 可是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还是很难做抉择 所以那一天 你把采样的样本还给了他们 我一开始觉得奇怪 现在一想好像又那么合理 所以你做好决定了吗 我很爱你 也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但是我真的很害怕 我们是清洁地 但是我没有办法像高琪和刘元那样 装作若无其事地过下去 因为怀疑的种子当埋在心里的时候 不是嘴巴上说 没事 那事就不存在 那你决定 那你决定 做亲子鉴定吗 你愿意吗 如果亲子鉴定结果出来 我们俩有同一个生物学父亲 那我们就做最亲近的姐弟 如果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 咱俩不是亲姐弟 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好不好 好 我贴你的 那不就还好咱俩还没那个啥 要那个啥得多尴尬啊 你这个人真帅不过三秒啊 我是当事人 你们决定好就行 放心吧 交给我 张琪达 你是不是小说写多了呀 这人生有必要这么有戏剧感吗 我这个啊 我这个叫命中非凡月 不是 我说 你们两个情绪也太稳定了吧 你想想那个高琪和刘元 他俩那现场跟杀猪似的 其实我之前也崩溃过 迷茫过 想要逃避 但是 谢谢张琪达 虽然他有时候特别像小屁孩不靠谱 但是偶尔还是挺爷们的 把秘密说出来的感觉真好 就感觉肩膀上有一块特别大的石头被卸下来了 现在想想以前 我好像太矫情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起 好 人家的两位在那里撒鸡汤呢 你在这里笑什么 我请你们喝咖啡吧 就这么定了 沐姨姐最近怪怪的 很反常 何止反常 这天得塌呀 你们俩也太八卦了吧 有什么事 也比不过咱俩这事狗心 艾姐请的这个咖啡太不容易了 艾姐一个人是挺不容易的 讲得谁容易似的 我们还等着八卦党狗血剧的结果呢 你别说话 别走了 迟早都要知道结果的 咱们就在这打开吧 我还是不敢看 我还是不敢看 你看吧 看完告诉我结果 等一下 我先下楼 如果鉴定结果符合我生润学父亲 你就从左边电梯下来 如果不符合 你就走右边 所以楼下等你 好吗 好 楼下去 你们怎么想看 你还是不想知道 好吗 什么想得起来 喔 大家先先来 那我们先去那里 我们先来 分享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